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卡拉玛佐夫兄弟托斯托耶夫斯基 他写了一个关于普希经的一个小论文 他其中讲了一个对普希经的一段描述 我认为正是我们讲的这个主题 什么叫文学当中的新人 什么是新人 他说果格里曾经说过 普希经在俄国的精神当中是异乎寻常的 也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我要补充说还是预言性的 是的 它的出现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 无可争议是预言性的 我们的正确自我 我们的正确自我意识 产生于彼得大帝改革整整一百年之后 普希经正是在这种意识刚一开始时到来的 它的出现有力的促进了我们的道路 从黑暗转向光明照耀着我们前进 从这个意义上讲 普希经是预言家 是指路人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正确的自我意识 是经过了彼得大帝改革了一百年以后了 我们才有这个意识 而普希经当年就有了 他当年就有这种先进的 就是超前的意识 所以一个作家 为什么一个优秀的作家 在他有生之年大多数情况下 往往是很孤单呢 往往不被人理解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超前了 他超前了 因为他的思想意识超越了这个时代 所以他很孤单 所以写作是一种悖论 一方面 你要赢得读者 是吧 出版社要给你出版 你要赢得读者 要有人买你的书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你又不能与这个时代同步 你一定要超前 你一超前了就没人理解你 尤其是你超前了 你要超前了 五十年 一百年 那就坏了 那你就这辈子就孤单了 你要超前个两三年 你就火了 是吧 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的作家 超前个两三年 最好是超前个两三个月 现在就是 就是这样 就火了 正好 哎呀 这个人真聪明 我们没想到 他先想到了 但是真的好的作家 为什么寂寞啊 因为他超前的太多了 超前 他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呢 大家不要忘了 作家虽然这样子 超前是不幸的 但是他们的人物是幸运的 我举例子来讲 比如说简爱 简爱这个作品 为什么能成功 就是因为他爱自己 这个作者 夏洛迪伯朗特 他爱自己 我以前我记得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 我也是读了一点西方文学 觉得自己 好像很懂的一些文学理论 我就让同学比较 考试的时候 比较简爱和呼啸山庄 这是典型的一个 外国文学的题目 什么叫简爱呼啸山庄 就呼啸山庄啊 是这个艾米利伯朗特写的 他写的是 Hinscliffe和那个 Catherine的故事 整个一个阴森的 奇幻的一个 一个恐怖的故事 简而言之 他是通过一个 房客的眼光 来看这个呼啸山庄 Warsling Heights 这个里面发生的一切 就达到了一种 无我之境 而简爱是有我之境 这个作者好像 跟这个人物简爱 夏洛蒂伯朗特 跟这个简爱 实在是距离有点近 所以我那个时候 还在那儿 讲这个王国为的理论 有我之境 以我观物 万物结住我之色彩 无我之境 以物观物 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 还举例子 但是我现在转念一想 还有比有我之境 无我之境 更重要 更本质的道理 就是人 简爱是在那个年代 的一个新人 为什么是个新人呢 在那个年代 女人是不被重视的 尤其是那些出身贫寒的 长得又不漂亮的 又没有社会地位的女人 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你没什么特别的吗 你拿什么来跟我们说话 你是漂亮吗 你是美女吗 你是富家子千金吗 你有什么才华吗 什么都没有 我是个普通人 但简爱 他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立场 大声地向罗切斯特说 如果上帝赋予我美貌 那怎么说来着 我就会赢得了你的 最后我们将穿过坟墓 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简爱大声地说出来 整个英格兰 整个世界都为他 站立了 颤抖了 不得了啊 一个平凡的女子 她说出了真理 我们两个是平等的 你想 因为我 地位低下 因为我贫困 你就蔑视我吗 不 有比爱情还要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就是这个简爱啊 他作为一个人 那罗切斯特要娶他 意思就是说算了算了 我娶你还不行吗 不 我还不愿意 我小时候看这个简爱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简爱真麻烦 怎么搞的 这是 怎么还不答应呢 我同时看简爱的时候 那个生死恋 哎呀 生死恋都好 你看那个夏子 就是那个立元小眷眼的 你们没看过啊 我们那时候都看过生死恋 哎呀 那个爱情多激烈 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 哎呀 这个简爱真麻烦 我后来一想 啊 简爱了不起 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 多么的 沉重 黑压 这个等级制度压迫人 与这个简爱异曲同工的 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她用更激烈的一种方式 就是劳伦斯写的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她用更激烈的方式 来向英国社会 这种森严的 顽固的等级制度宣战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她倒过来 她是一个贵妇人 然后呢 为了自己的内心的自由啊 爱情啊 她亵渎你们这些等级 亵渎你们这些亲戒戒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是非常勇敢的纯洁的 她跟简爱就有这样的效果 就是说 她向这个当时的这个社会 宣战 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走在时代前面 不是说前后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是个真人 你们时代在他们面前虚假 他们是活出来的人 也可能是个传统的人 也可能是一个现代的人 所谓这个心 就是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这个时代都腐朽了 我没有腐朽 陈独秀写的新青年就是这样 什么叫新青年 升官发财 就是旧青年 旧青年 只想着我们在座的 到今天为止一样的 如果一个青年人眼睛里面 心里面想的 一升官二发财 这个人就是旧青年 可以退到五四以前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很多 是吧 我们年轻人 奋斗的目标 你去问下来 无非是升官和发财 除了升官和发财 一个人还想有一些追求的人 这个人就是新青年 换到今天也一样 不管你追求什么 你哪怕你追求 我就想这辈子写格律师 你也是个新青年 你有追求 你这种追求是超功利的 也不是升官 也不是发财 你就是新青年 所以我就觉得 一个人的这个心智 要塑造出一个人物来 就不简单 那什么情况下 我们会获得创造力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反观自己的内心 忠实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 我相信都有创造力 当我们怀疑了我们的感受 当我们觉得我们的感受一千不值 我们的感受可以随风 给它随风而是抛掉了 被时代碾碎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创造力 就像这个巴尔扎克在高老头里面 有一段著名的这个读白 就是说文明像一辆大车和印度的神车一样 碰见一颗比较不容易碾碎的心 稍稍耽搁搁一下 然后把它碾碎 又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进 这是巴尔扎克的这个高老头里面的描述 傅雷先生翻译的很好 所以这个心就碾碎了 没戏了 我们就没有创造力了 大家都一样了 我们看到这个毕业了以后 尤其是那个博士生毕业了 基本上就废掉了 就是他的想法就已经没有了 已经被碾啊压啊 捏啊揉啊 切啊 都碎掉了 你去这个 去跟他们谈谈看 没有一个什么有想法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创造力呢 就要把自己的这个鸟巢 就自己养的几只小嫩的小鸟啊 把自己的心像一个鸟巢 钢铁鸟巢 像那个奥运会的那个鸟巢 我们要把自己的这几只小鸟啊 把这几只活蹦乱跳的 属于自己的这个小鸟啊 把他养好了 把他保护好了 让他自由 不要让他受伤 让他飞翔 让他在这个世界上自由翱翔 这个时候你就 你就是独一无二 要写这个吸引人的东西 但是要有个前提 要有意义 要有意义 这么好的一个形式 被糟蹋了很可惜 设想一下 我们写这些人在外面杀人放火 是不是 真实的故事 然后他们进了监狱 遇到了一个孩子 这个嗜罪的人遇到了一个孩子 他们每天跟这个孩子接触到的时候 他们在孩子面前 呈现出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的形象 到底这个人 这个嗜罪里面的犯人 是在现实当中杀人放火的 那个自我真实呢 还是在孩子面前这个自我更真实 他们就在找这两个自我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连续剧的题材 是不是 你只需要到公安局找一些档案来就行了 难的不是这些素材 素材有的是 难的是角度 角度提供了一种眼光 更重要的是 你用一种什么样的心 是一个纯洁的心 善良的心 灵光四射的心 还是一个油腻的 有着撕心杂念的心 你现在有一些东西作品 你一翻开你就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明明就想 华众取宠 这种东西你上来就不要看 所以我就在讲 你们的作业 显示出有一些很好的树苗 有一些这个树苗已经长得蛮高了 就是说我就希望大家要保存好这个苗子 将来把它变成参天大树 并不是说你将来重新去找一个苗子 所有的苗子你们现在就有了 你们将来重要的是把它变成一棵参天大树 要酝酿它 要培植它 要给它浇水 给它阳光雨露 好 我们接着讲普希经 普希经 我跟大家郑重地推荐两本书 一个是这个欧根奥涅经 还有一个就是上位的女儿 还有普希经的事情 欧根奥涅经和上位的女儿 最好找一些老的 这个是我父亲传给我的书 五十多年了 这个是五七年的版本 五七年的版本 非常好的一个版本 我小时候就听到我父亲在 在这个用俄语在背诵 这个其中的片的对我很有影响 这个 他讲的一个什么故事呢 欧根奥涅经啊 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 多余的人 或者叫多余 也是一个新人 我先把这个欧根奥涅经的 这个提记给大家念一下 他写的一个献词 他说 我不想取悦于傲狂的世人 只希望博得朋友的欣赏 但愿我写出更好的诗篇 献给你和你的灵魂一样 也那么优美 那么纯真 充满了圣洁的思想 让他有生动明朗的诗情 和你崇高的想象 可是去吧 请以偏爱的手 接受着杂乱的篇章 这些朴素的理想的诗句 有些诙谐 有些忧郁 他认随我疏忽的异性 在自愚和失眠中写成 他们是凋零的青春的果实 里面有冷静的头脑的记录 和一颗苦涩的心灵的倾诉 这是普希经写的线词 我们注意它里面有一些 特别关键的意思 我不想取悦于狂傲的世人 只希望博得朋友的欣赏 好的作品都是这样 因为当你落笔要写作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假想的读者 我为什么在美国当枪手这本书 我觉得是要我重新选择 我不会再写这本书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假想读者很少 我很聪明 我写给他们看 我挣一笔钱 卖弄一下我的小聪明 但是我回过头来 我以后在写作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出不出版 你们怎么评价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看中的那个人 可能就一个人 可能就几个人 我的朋友会怎么看 那个遥远的陌生人会怎么看 我对得起他吗 我对得起那个 心灵深处的那个朋友吗 更不要说 老天爷 老天有眼 上帝看着我们 我们怎么敢胡来呢 白纸黑字的 你怎么敢乱写呢 所以我就老老实实的 就用我的最大努力来写 就要赢得朋友的赞赏 不要博得世人的夸奖 我已经讲的这一个话 很重要 再有一个呢 他里面讲到是什么呢 他说啊 这是凋零的青春的果实 里面有冷静的头脑的记录 就是说 当你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个 创作的旺盛期 你们现在在经历 到大四的时候 或者刚毕业 你们就会想写作 为什么呢 有点青黄不接 青春过了一半 中年还没有到来 就想做一个总结 就好像你们进了大学 想写一点高中的 好像对高中的时候 做一个总结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 人写作要有激情 可是这种激情呢 是冷静着头脑 对激情的回忆 而不是激情当时就写出来 普吉经阐述了这个道理 他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就讲一个贵族青年 他有着高尚的理想 但是呢 在现实当中呢 软弱无力 他就来到了一个乡村 来到了乡村呢 他见到了姐妹俩 一个叫奥利加 叫妹妹 漂亮 可爱 人见人爱 还有一个呢 姐姐达吉安娜 这个达吉安娜是一个 俄罗斯传统的形象 这个人 纯洁 质朴 善良 像俄罗斯一样 就俄罗斯的 女性形象 我说收屈一指的 就要算大家呢 大概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谁啊 好像比黛玉还要好 不知道是谁了 就是说他特别的质朴 但是呢 这个贵族青年啊 他整天在舞场上跳舞啊 在琴场上游戏啊 他玩事不公啊 革命 他又没有勇气 不革命 他又觉得无聊 他是一个风月场上的老手 他见到达吉安娜 骗到了达吉安娜的感情 达吉安娜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们待会把这封信给大家念一下 这是俄罗斯文学的杰作 达吉安娜的这封信 普希金啊 普希金把自己变成达吉安娜来说话 普希金说不出这样的话 结果呢 达吉安娜向他献出真心的时候呢 他无所谓 他又去勾引达吉安娜的妹妹 结果呢 达吉安娜的妹妹的男朋友呢 这个未婚夫啊 叫莲斯基也是他的好朋友 就不干了 两个好朋友就决斗了 结果他一不小心把莲斯基就开枪打死了 说开枪打死了 莲斯基的生命啊就消失了 普希金这时候做了一个比喻 他好像一个雪球啊 他美好的生命好像一个雪球 在阳光照样的这个山坡上滚落下来了 一边闪光一边消亡 就是那么美好的生命啊 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就产生这种比喻啊 他就是像一个雪球 一边融化一边闪光就消失了 我听到我父亲背诵的那个俄语的诗 我不会俄语啊 他翻成中文就是 你飘到哪里 哪里去了 我的金色的春天 明天将为我准备下什么 就是说他们两个决斗之前 普希金自己啊 也是这样死的 他有预感 他就觉得为了爱情 好像咱们就游戏人生吧 好像他那种游戏是一种 高尚心灵的一种游戏 就觉得反正这个世界 没有高尚的事情可以做 不如就决斗去吧 他就感觉到死亡来临 他在这个诗当中写出来 连斯基 奥念经是谁啊 都是普希金 都是他自己 他把自己恍惚变幻 分身散体 他把自己变成了两个人 我写烟村也是跟普希金学的 把自己变成两个人 一个年轻人 一个成熟的人 年轻的人看成熟的人 身上的这种青春热情 纯洁 年轻人看这个成熟的人 身上这种稳重 这种深刻 普希金也是这样写的 他就写奥念经跟连斯基决斗 也就是一个成熟的自己 和自己的青春在交战 最后自己的青春消失 连斯基给打死 哎呀 这个奥念经非常的懊悔 他把自己的好朋友打死了 而且是处于一种 玩世不公的感情 他就离开了 就去漂泊天涯去了 漂泊天涯 等他再回来 达基亚娜已经嫁人了 他这个时候才发现 达基亚娜是全俄罗斯 最美好的女性 已经来不及了 达基亚娜已经看见她 已经怎么说 再有感情 她尊重俄罗斯的传统 她说我已经嫁了人了 我要忠于我的丈夫 我不会再和你有什么 别的感情了 你已经绝望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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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